吳淑貞是否會入監台中監獄的裴德監獄呢 目前的女性專區已經完工 還有五名喜慎女受刑人已經入住了 想最新狀況我們先連線給記者朱顯明 好 有關於到底吳淑貞會不會到台中監獄的裴德醫院這邊入監 事實上目前的台中監獄裴德醫院的女性專區 今年四月動工到現在已經完全完工了 可以看到這個中國風的圍牆 就是未來有可能就是吳淑貞 深所在裡頭的一個唯一的屏障 可以看到現場並沒有任何的鐵窗 事實上目前完工之後已經有五名重症的喜慎女受刑人 已經在禮拜一的時候已經進去進行釋住了 不過裡頭到底裝潢如何還有它的配備如何呢 我們再聽一下台中監獄秘書的說法 有關於這個個案到底要不要到我們這邊來執行 到目前為止 本間毫無所惜 目前這個女性重症專區 我們預定他的收容兒是有二十位 那現在他的一個設房的一個格局是有兩個大間的一個病房 跟兩個小間的一個病房 好 我們可以聽到這個台中監獄的秘書 他並沒有辦法證實說到底未來吳淑貞是否就會真的到台中監獄的陪德醫院這邊來入監 因為還沒有收到任何的公文 不過目前初步了解呢 這裡頭六十八個病床裡頭已經有單獨隔出一間 由四人床改成兩人床一個病房 同時呢 根據了解呢 裕方也正在訓練了其他的十五名的女壽型人呢 未來就有可能是女性專區裡頭所謂的看護員喔 如果說無數真真的到台中監獄這邊來的話呢 可能會先住進病房裡頭呢 再轉往一般的療養區 不過裕方相當的保守 他說一切公文沒有來之前都是多說的 主播